这一条都挺精彩的 甚多学生要问的 就是15年CAM 第九条 PAPER ONE 第九条B PART 他就问了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right hand Tipping 要upmost position 很多学生不知道什么叫 right hand Tipping Tipping 就是管 这边是左手 这边是右手 这个叫upmost 这个叫lower 这个高一点的 贴着水面的 这个是低水面很多 这个叫lower 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正点 这个不正 你只想了 原来当有reaction发生的时候 气体过来 气体浮上去之后 压了水下来 然后就越多气体 就越多水位压下去 那又measur到究竟有多少东西出来了 这个首先第一个原理 那如果在这个situation 因为贴近高 就没有那么容易 水就进入回去 这个water hard to fall in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低一点 那就会有很大机会 high chance much more easily for water fall in 这个是最低能的说法 如果更专业的 更加 calm 我们叫sucking back 原来这种方法 好像有什么 是prevent sucking back 这种就做不到 好了 那很多学生就未能联想到两种关系 所以我就用画图的解释法 用图画展示这个观点 如果你英文差一点 那你就会说 upmost的情况之下 就是令到它ensure到 这个water can load Fall in OK 如果你好一点的 专业一点的 就是prevent sucking back 那都是可以做到答案的 那希望帮到大家 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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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谢谢大家